然后愣了一下 我就跑过去抱着她了 我说你考虑一下我呗 我喜欢你那么久 然后她一把推开我就走了 我的心呢 还有吗 有点想不起来 反正我真的 你次见到她 没事我就跟她说我喜欢你 行 我觉得差不多了 够心碎的 然后你看不行了 你就说那与其这样 我就帮你追那女孩 是这意思吗 对 就在这两年里 你还在追那个女孩是吗 对 你靠什么追呢 其实我以前嘛 我是很胖的嘛 然后我就想特别努力嘛 然后我就学习兼职啊 然后包括也减肥 也是想就塑造自己 给她一个更优秀 和更加好的自己嘛 其实我追那女生 也追得挺痛苦的 我就后来就想问她 我就说怎么才能 把那个女生给追到 然后就这样 然后就从追她变成了 帮她追那个人 你们俩够拧巴的了 什么时候你们俩 在什么样的机缘下 就成为了男女朋友呢 就有一次她 在陕西打电话给我 然后当时我还在想 她肯定是去找她 然后她说她特别伤心 能不能去陪她 我也没问她什么事 我就撂下电话 我就买了机票飞过去了 后来我都感觉 其实她追了我这么久 其实就好像感觉 就是有缘的人 那就在一起吧 但我觉得她这次 完全就很冲动 不 她表白的时候 你当时觉得冲动了吗 我是很开心 但我觉得她肯定是 被那个女生伤心 伤心透了 才会跟我表白 我觉得 肯定是她在 就气头上 我就觉得那女孩 那么伤她心 所以她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拒绝她了 其实 当时就拒绝了 对 这个女儿 但是她接下来 两个星期 一直在跟我发微信 然后又喜欢我了 然后就在一起了 就在一起了 因为我肯定是很开心 不过就开开心心的吗 大家彼此很熟悉 可是我总觉得 我们之间 永远隔着那个女孩 有一次我们去旅游 她说累了 然后想休息 我们就走进咖啡厅 我把咖啡端回来 就端到座位的时候 我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 她就这样冲出去了 然后撞到我 咖啡撒了我一声 她头都没有回 然后冲出去 看门口的时候 她人已经不见了 行李什么的都在周围上 干嘛去了呢 我后来给她打电话 我拎着行李 去找到她的时候 她说看到一个 长得很像那女孩的人 这件事情 我跟她就道过很多事歉 因为我突然就看到 就我一直感觉 特别像喜欢那个女生 我就特别放心不吓她 我想她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跟一个陌生的男生在一起 可能会不安全 我当时就真吓意思 我都没有反应 我就直接就冲出去了 行 知道了 不再说了 可是她一点都不担心我 后来呢 我出去我就后悔了 我就感觉自己就干了一件 就没法被原谅事情 然后我想很久 我想跟她打电话 然后我刚准备跟她打电话 她也跟我打电话了 我一想 我就说就如实说了吧 不然越描越黑 我就一直也在慢慢改 但是就是这一件事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 每次一吵架 然后她也总是会拿这件事 然后说 但从此之后 我真再也没有就是干过 这么不注意的事情 就我也很后悔 除了这件事之外 在后来你们的交往过程当中 她还老惦记那个女生吗 有 她有一次我准备考试的时候 她跑去陕西找那女生 那啥 那个我真要就是解释一下 当时那个女生 她跟她男朋友落分手了嘛 跟你有啥关系啊 但是我们是认识了很久的 就是朋友之间 我跟她两个从来就没成为过恋人 就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她一直哭 我也很善意 然后她说她要喝酒怎么了 我也挺担心的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 就我们都认识的朋友 我就想就是要她别这样 而且就是彼此之间不要再打搅了 后来我从陕西回来之后 我也就把她所有的消息 所有的联系方式全散了 从来之后我再跟她没有 可是你去陕西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我感觉 我们现在的矛盾就是 一聊这个女生 我们就炸了 就一聊这个女生 就矛盾特别多 但是我真没有干过 就是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跟她两个就是朋友 真的